不好意思 又要施工了 但这一次工人开挖土机 拨开碎石 却见到地下大量积水 原本下水道工程 开挖后宛如一条泥流 这才知道自来水管破裂 导致地基被掏空 钢筋整个外漏 蛮大量的 所以造成地基一直持续的被掏空 大概有个一两米 连工人都吓到紧急处理 只好重新加灌水泥 并把管线重新接好 事发地点就在基隆的工坚路上 旁边刚好涌动十二层高的大楼 里面有一百二十户住户将近五百人 因为地下水管破裂 水流不断冲刷 造成地基被掏空 影响深度三十公分左右 面积大约四平方公尺 还好及时发现 不然怎么知道家楼下危机四伏 看起来是蛮恐怖的 就是如果说 如果我不知道我走过去 突然间破掉 我应该会吓死吧 还好我们基隆市政府有做污水下水道处理 不然到时候造成地层下陷 后果会更加严重 幸好工程人员解释冲刷地基的时间不算长 经过一夜的抢修 凹洞已经用水泥回田 表面也重新铺设 但要不是例行性的污水工程开挖 这样的危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 现在施工单位也已经加固地基 确保住户能住得安心 华视新闻正要见了 伟臣戴紫祥吉隆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